大家好,欢迎您回到唐粒美食频道 今天买到了一块新鲜的食用芦荟 用它来做一杯夏天的健康饮品 蜂蜜芦荟冰饮 先来将芦荟的表皮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小心的切掉芦荟边缘的刺 像这样把它们切成大块 然后将切成块的芦荟放入冷水中浸泡10-15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芦荟皮和肉之间的麻黄素 取出浸泡过的芦荟块 像这样小心的去除芦荟的表皮 用一把小刀沿着芦荟皮的内侧轻轻的向下一滑 就可以很轻松的将皮去除掉了 芦荟肉上充满了稠稠的粘液 芦荟中的粘液含有一种独特的蛋白质 这种物质可以防止细胞老化 芦荟有激活细胞活力 将去过皮的芦荟肉切成小颗粒状 晶莹剔透的芦荟肉看上去很招人喜欢 接下来将切好的芦荟粒放入一只玻璃杯中 新鲜的芦荟肉有一点微微的发苦 放入两大勺蜂蜜 加入提前准备好的冰水 搅拌让蜂蜜融化 一杯琥珀色的芦荟蜂蜜汁就做好了 瞧是不是很诱人 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你还可以准备一些冰块加入芦荟蜂蜜水中 一杯清香又冰爽的蜂蜜芦荟冰饮就做好了 切好的芦荟块可以加入蜂蜜 盖上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2-3天 随吃随取 谢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